各大组织号召捐款 欢迎收看3月24号新闻最正点 今天是行动管制第七天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冰宴 新闻最正点每天持续为您报导正能量新闻 国内新闻 累积治愈183人 今天有24名病患康复出院 目前累积治愈人数达183人 新周日报基金捐出300万 防疫前线告急 您可献你奋力 新周日报基金会目前已经捐出300万令吉 同时也号召读者捐款 有兴趣的读者可透过以下的方式完成捐款 龙雪华堂妇女组捐出5万令吉 送往前线医务人员 龙雪华堂发文告表示 希望通过民众的捐款支持前线人员的辛劳 想要出以奋力的朋友 可透过以下的方式完成捐款 不更新驾照可继续驾驶 交通部长魏嘉祥表示 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所有人可以在没有更新执照的情况下继续驾驶 不过他提醒驾驶者 记得携带车险副本或电子版的临时车险保单 旧家具回收服务 有旧家具不要丢弃 留给更需要的人 T&N Furniture提供旧家具回收服务 将家具重新翻新或修好 并送给社会有需要的家庭 有兴趣参与的朋友 欢迎浏览官方脸书 了解详情 国际新闻 公共资源 免费用 疫情当前 居家的时间变多了 与其无所事事 不如在家增值吧 世界新闻网为您整理了免费的公共资源 选择多多 让隔离的日子不再显得漫长 阿根廷新人办网络婚礼 2020年原本是结婚大忘年 但新冠肺炎来袭 导致许多人筹备已久的婚礼被迫斩延 阿根廷却有一对新人 决定举办网络婚礼 虽然没人能到现场 但透过直播镜头 也能感受到祝福满满 全球新冠肺炎病例持续增加 医务人员每分每秒都在抢救生命 在这个艰难时刻 我们团结一心 待在家里就是对防疫最大的帮助 祝你们一切平安 我们明天见 我们用爱把这艰难 统统去散掉 不要被恐惧涌潮 你还有我的拥抱 用希望燃烧 用爱跳跃 我们就能做一只黑暗的随暗 像优优独播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能做一只黑暗的档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